终于做了这个决定 别人怎么说我不理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我的心一直温习 你说服自己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I'ma stay loud stay proud never running out never heading south I'll be spreading out call it what I'm out can't put me down I'll be getting loud you can never doubt not what I'm about have your f***** cloud it be raining out I can't make it 你的真心 来 介绍一下 陈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刘京 今年三十一岁 来自辽宁省水阳市 你唱歌是不是练过 是的 我非常喜欢唱歌 从小六岁的时候 妈妈就把我送到少年宫 学习了六年的声乐 七年的舞蹈 2004年的时候 代表辽宁到北京 参加全国推信人大赛 拿了个全国十家 我也喜欢唱歌 怎么练一练不出来 你眼睛是怎么回事 我是学习幼师专业的 毕业之后在一家幼儿园 当幼儿老师 二十六岁的时候 突然觉得视力有一些模糊 我以为是长时间的用眼过度 但到医院一查是糖尿病合并的白内障 但是那个时候医生说 正常的白内障换个晶体 半个小时之后就可以了 但是没想到 我的眼睛做完了白内障手术之后呢 又严重了 又患上了眼底出血 又患上了青光眼 然后陆陆续续的眼睛 做了好多次手术之后 完全失明了 其实在生活当中 我们最容易适应的是拥有 最难适应的是失去 和那些从出生之日起 就看不到这个世界人相比 上天拿走你的视力 反而更加残忍 当眼睛失明了以后 生活当中最大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 当时扎眼针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痛苦 是我正常的时候根本想象不到的 好像走进了一个房间 玻璃都被棉被护死一样 心里非常憋屈 想发脾气摔东西 当时我觉得真的 似乎走到了死亡的边缘 真的没有勇气再活下去 因为我觉得之前我是一个正常人 但没想到我看不见了 就生活完全变了样子 会经常撞到墙吗 会 因为刚开始是不适应的 很多东西我都靠手去摸 然后经常会撞到头 撞到头破血流 刚才你说你是糖尿病病和白内障 对 是吧 对 你们家有糖尿病史吗 我是在15岁的时候 在上学的路上 有一天突然就昏迷了 同学们把我送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确诊为我是一型糖尿病 一型糖尿病多发于青少年 医生说一万个里头 才有一个是一型糖尿病 我很幸运 我中假了 然后呢 一型糖尿病 基本是家族遗传 然后再加上后天的体力透支 才会患一型糖尿病 严重的时候会有并发症 像我有的时候一年住了七次院 每一次住院都是铜症栓中毒 那个铜症栓中毒就是一直在吐 吐到你吐血 然后昏迷不能吃东西 就连喝水都是吐的状态 就像慢性自杀一样 那这种病能治愈吗 这种病是治愈不了的 需要终身注射胰岛素 所以我每天要给自己 自行注射五针胰岛素 你刚才说是因为家族遗传 和体力透支 对 你怎么会体力透支呢 这个就要说到我的家庭了 因为我出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 我的父母都是双目失明的盲人 爸爸妈妈从小就是有一个眼睛 是没长眼球 另一个眼睛呢 是正常人的四分之一那么大